哈喽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2022年的6月27号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今天的话没有什么消息 然后呢 大盘的话 基本上也是保持了一个全天的震荡形态 向上的话呢 冲不上去 然后向下的话呢 也杀不下来 所以说呢 这个全天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个震荡的形态 早盘的话呢 开盘高开啊 随后的话呢 这个打到了上周五的平台附近啊 然后呢 再次试探向上啊 然后呢 不攻而反 尾盘的话呢 有那么一点点要破位的迹象 但是呢 还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 也就是说在3890点这个位置啊 这个一直在啊 这个维持或者坚持吧 那么从这个中期的啊 30分钟级别的上涨来看的话呢 这个上涨力度啊 有所减缓啊 有所减缓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等待方向了啊 要等待方向了 所以呢 这是目前啊 盘面的一个走势 呃 那今天的话呢 这是6月27号啊 那距离6月份的收盘的话呢 还有三天啊 基本上就结束掉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啊 从月线的形态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啊 我们看标普啊 标普 我们从月线的形态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啊 这个带长下影的啊 一颗阴线啊 长下影的一颗阴线 那下个月的4号啊 又是美国的国庆节 呃 所以呢 这个这个位置上 我咱们不知道 讲究不讲究这个国啊 这个国庆节的行情啊 但是从月线的级别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来看 在这个位置上震荡过后 大方向我还是继续判断啊 向下的一个调整过程啊 那么就今年为止的话呢 上半年的走势呢 基本上也是这个下跌走势了啊 基本上也是下跌走势了 从开盘到现在收盘 当然现在收盘还没有结束掉 咱们大概是这样子啊 到目前为止啊 半年线的话呢 基本上是这么一颗阴线了啊 这么一颗阴线了 所以呢 呃 这个半年的调整幅度啊 相对来讲的话呢 还是比较深啊 还是比较深 我们周日的时候呢 还做了一个讲座啊 这个已经过去了啊 已经过去了啊 这是昨天吧 昨天做了一个讲座 然后呢 由有些朋友的话呢 来听啊 听完之后呢 我们啊 尤其是做这个 嗯 交易吧 交易或者说吹啊 咱们先不谈投资啊 咱咱就说先吹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很多朋友肯定也会有 啊 问号啊 问号就说 哎 你看对了啊 你如何如何 你要是看错了呢 对吧 这是昨天我们重点讲了一个啊 讲了一个 那昨天我们主要是讲 你如果挨套了怎么办 对吧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等等等等啊 那从我的交易策略来讲 最好最好 别挨套 对吧 最好最好 别挨套 对吧 你挨套了 然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有了问题之后的话呢 你又得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说最简单 或者说最有效的啊 和最轻松的办法的话呢 就是不挨套 对吧 那当然不挨套的话 这当中的话呢 得有一个看盘的功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呃 在这种呃 交易纪律的执行上啊 要有一个比较呃 比较强的 比较明确的啊 或者说比较坚决的执行力 才可以啊 才可以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还是说啊 你去比如说你在这位上啊 然后打下来 这周这这几次都是我们躲过的啊 都是我们躲过的啊 这个啊 这这一把刀下来 我们离场啊 离场之后的话呢 哎 并没有出现什么中期调整啊 中期啊 我们指的中期调整是指 啊 类似于1932 然后1970年左右 然后呢 是2000年 2008年啊 这个区间 我们指的中期调整是这个啊 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啊 下跌幅度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个衡量啊 是从经济的角度上 所以说呢 我们先躲过去啊 先这把飞刀先躲过去啊 有点像那个黑客帝国啊 夺子弹那种感觉啊 先躲过去 躲过去之后呢 我们一看啊 判断好像啊 这大盘能起稳 还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重新进场 继续炒 对吧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离场啊 在苗头部队继续离场 那么这一轮啊 基本上我们再重新进场 从这个位置进场啊 这一轮的话也一样啊 我们离场 当时我们还做TYX啊 然后一轮下跌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开始做波音啊 从开始做波音开始啊 就开启了2020年的这个这一路的这个抢钱动作啊 但是做到1500那种啊 1万做到16万那种 然后实际上的话呢 如果我们躲不过这一刀 我们是做不了那么高收益率的 我们不仅躲过这一刀啊 当然了这个做的还不是非常的完美啊 做的完美的话 应该是TYX直接翻十倍啊 然后后面再接着抢钱 那是淋漓尽致了 对吧 但是我们就是凡夫俗子啊 对自己的要求的话 也不能过高啊 不能按照神的要求去要求自己 所以说呢 我们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躲开这个下降的飞刀啊 躲开这个下降的飞刀 哪怕怎么着 哪怕我们判断错了 并没有出现什么中期的调整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杀 杀完之后反弹 反弹到2800 哎到这位置再往下了 进入到中期调整了 对吧 那现在这个位置没发生 没发生怎么着 没发生继续在场里做多呗 对吧 继续在场里做多 那好了 那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开始啊 注意啊 注意仓位控制啊 这些那些 看经济了 看这看那 对吧 我们都看完之后 我们先把这一轮下 就先躲过去 对吧 先躲过去 对吧 大家看那什么PayPal啊 还有什么Netflix Facebook啊 对吧 那二三线的科技 咱们就更别提了 对吧 那这么多股票 都处在一个 这个下行调整 中期的这个过程 那你说这市场不调整 是不现实的 啊 不现实 对吧 还是一句话 我们判断对了 我们把飞刀先躲过去 那我们判断错了 没关系 大盘启动了 哎 从这位置 慢慢悠悠 慢慢悠悠 站起来 没关系 我们再重新进场 所以说呢 嗯 在急速的啊 或者说市场的总体的调整过程 我们尽量尽量的要回避掉 啊 要回避掉啊 呃 以前的话 我们有过 呃 相关的 这个 呃 调查 以前我看到过啊 我看到过 就是说呢 你躲过 啊 躲过市场下跌的 呃 最 最强烈的三天 或者说三周 对吧 那么这个收益率的话呢 那是啊 无可比拟的啊 无可比拟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 呃 咱们当然只是说指数了啊 呃 所以说呢 我们尽量尽量的把什么 把这个市场呃 强力的调整 下跌的动作啊 给它躲过去啊 躲过去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就高抛低吸嘛 对吧 你比如说 像我们 我经常举的例子 就是那个AMD的那个例子 啊 AMD例子 今天就差这么高了 咱们就先不说了 对吧 咱们就先说 前面这一轮 对吧 前面这一轮 我们把对手头去掉 前面这一轮 你四十块钱 你如果一直持有 你说这家是公司 是好公司啊 这些大些大些 这些说 说的天花乱坠 你四十块钱拿到 前两天 一百六 你不过翻了四倍 对吧 不过翻了四倍啊 也就是说 你手里有四十块钱 你就变成一百六 对吧 变成一百六 你还挺高兴啊 对吧 我这个啊 从零六年一直啊 坚持到这个啊 二二年啊 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啊 然后我赚了啊 这个多少钱啊 一百二十块啊 一百二十块 这是一种投资回报率 如果你躲 躲掉市场的调整啊 躲掉市场的调整的话呢 然后你看这个相对的低价 两块钱 两块多钱 对吧 两块多钱 那咱就说了 你原来有四十块钱 你如果躲掉了 你在这个两块钱入场 对吧 那你买了多少股啊 对吧 你买了二十股 对吧 你买了二十股啊 那你四十块钱嘛 二十股 对吧 那二十股做到一百六十块钱啊 十股一千六 二十股呢 三千二 对吧 三千二 那么你用四十块钱 撬动了一个三千二百块钱的空间 对吧 啊 这个是八十倍 对吧 八十倍啊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那你的这种投资回报率就不一样了 而且呢 持股的时间也不一样 对吧 持股的时间也不一样 你用不着 这费得持有啊 十五年 十六年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这个时机啊 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明一点就是说 你躲过飞刀很重要 对吧 躲过飞刀很重要 啊 躲过飞刀很重要 同样一百六 对吧 你现在八十了 对吧 你还熟吗 你还熟不熟 下跌趋势已经开始了 对吧 你还熟不熟 所以说这当中的话呢 呃 这个躲过飞刀 躲过飞刀 咱们从指数的角度上 个股的角度上 跟大家说 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调整过程当中 你这个调整过程的话 你不躲过去 你总是一味的想 哎 这个位置是不是起稳了 然后用过去的一个 嗯 多少年的判断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位置还行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你不看到特别明确的 啊 经济的一个实际的 嗯 稳住的走向 或者说数据也好 什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好 啊 等等 这些方面的话 如果你看不到相关的 呃 这个动作的话呢 不要主动的主观的去判断地步 啊 不要主观的去判断地步啊 所以说呢 这两天的话呢 市场调这个反弹的很凶悍啊 然后上周的话呢 收了一个基本上是啊 光头阳线的感觉啊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 本周的话 开盘呢 周一还在这挂住了 所以说呢 目前为止呢 30分钟级别呢 我们说这个反弹 呃 似乎还能坚持坚持 呃 似乎还能坚持坚持 但是呢 做多的空间的话呢 有限了 啊 有限了 所以呢 这是这个我们啊 说这个大盘的基础判断啊 那比特币啊 大盘今天没掉啊 比特币说呢 哎 行 大盘没掉呢 我就再表演表演啊 但是呢 它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两万美元啊 上下的这个震荡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那震荡过后的大方向的判断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呃 从什么五万的咱们就那些都不说了 我总看我们节目的知道 四三二 对吧 然后我们说后会见一 对吧 这当中的话呢 见过两次 但是呢 目前的话还保持在啊 这个二打头的这个啊 价位啊 这个位置上啊 但是我相信啊 随着时间推移的话呢 一定啊 一定会出现一打头 并且维持一段时间的过程啊 呃 因为我总体感觉的话呢 现在的总体的货币政策 嗯 肯定不支持高风险类产品啊 不支持高风险类产品 对吧 呃 那你说什么NVD AMD 苹果啊 亚马逊 他们提供服务也好 提供产品也好 对吧 呃 获利能力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可能会下降啊 那比特币给你提供什么呢 对吧 一串代码 对吧 除了这个啊 呃 从各国之间的这个导钱啊 洗钱啊 这个功能以外 其他的还有什么功能 对吧 美其名曰去中心化 对吧 这两天我们看鲍威尔啊 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 不也说啊 这个啊 美元什么数字货币 怎么怎么回事 这些那些 呃 美元如果真的出现美元数字货币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没有什么 那跟美元有什么意义 只不过就是改变了一种支付的一个方式 啊 省了印 省了省了那个印钞的那个成本了 嗯 所以呢 这这个老师 比特币的一个中期的看法啊 金子的话呢 咱们上期的时候也就说过了啊 金子啊 在这个位置上平台向下破了 呃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呃 各种的消息并不能够催生出啊 黄金的行情 那我们就对于黄金来讲的话呢 是嗯 震荡偏空的判断了啊 呃 原油的话 在30分钟级别啊 下降趋势被盘出来 现在的话呢一直在试探啊 110美元 呃 从目前的趋势上来讲 呃 在100美元附近获得支撑 那上一次的话呢 是在95美元 当时的95美元的话呢 是美国释放原油储备啊 然后打到95美元 随后一路攀升到120 呃 这一次的话呢 是美国啊 这个加75基点 然后从120美元掉到100附近啊 现在的话呢 又开始攀升了啊 又开始攀升了 所以说呢 呃 我总体上来说的话 原油的运行的位置啊 在历年的话呢 还是一个相对的高点 那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你做多空间有限 做空的话呢 呃 现在影响原油的因素也比较多 所以呢 我个人呢 这个愿意把原油呢 作为一个衡量通胀 是否能够被货币政策控制的啊 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嗯 原油和嗯 我们周边的啊 这个加油啊 食品呢 可以作为我们观察通胀啊 的这个 乃至于啊 再呃 推算一下下一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啊 总体感觉 所以呢 这是我们对原油啊 这个总体的判断啊 天然气的话呢 也一样啊 天然气的话也一样 跟原油走势差不多 啊 只不过呢 他这个向上盘出呢 这个力道呢 稍显得有点弱 所以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再嗯 跟踪观察吧 啊 再跟踪观察啊 呃 那 目前还不能 只能说短线的话呢 有那么一点点超跌了 对吧 从9块啊 然后现在打到6块啊 这个 三块钱下去了啊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应该是有一个 呃 短线下跌啊 这个 呃 空头释放的差不多 然后呢 有反弹的一个需求了啊 反弹的一个需求 呃 至于呢 这个啊 我们说这个传论 画这个分形啊 笔啊 线段呢 对吧 画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相信呢 我们在VIP里面有的时候会输啊 因为有的时候去呃数学化这些东西的话呢 比较耗时啊 真正的这个交易的话呢 可能会受到一个呃影响吧 看盘的时间呢 啊 交易的判断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啊 然后今天的日内的话呢 我们操作了一只股票啊 这个这个产品啊 这个产品啊 这个产品叫什么 N2SN呢 呃 这个有瑕疵啊 有瑕疵啊 这个瑕疵呢 这个呃 我基本上买在这个位置啊 基本上买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点啊 当时是两块五毛九啊 当时是两块五毛九啊 这个点啊 这点啊 望下一探 两块五毛九买啊 结果人家最深的话 达到了两块四毛八啊 呃 这个啊 就基本上这个位置吧 啊 基本上这个位置啊 两块五毛九买 买完以后呢 嗯 吃仓啊 然后吃仓的话呢 到两块八啊 到这个位置 我说哎 我这个股票应该是还行啊 应该有机会呢 呃 去试探两块九毛五 甚至于更高一点点的价位啊 所以呢 我在这个位置就没卖啊 没卖 后来的话 他一路往下飘 我一看这苗头不对啊 万一这个反弹不行 往下漏怎么办啊 所以呢 当时呢 我在两块六毛三啊 然后赚了四分钱 我就跑了啊 我们有会员的话呢 也减仓了啊 减仓之后 后面的话 飘下来了啊 从这个位置啊 这次启动的话呢 这个啊 启动了啊 然后到了两块九毛五啊 甚至于呢 短线顶了一下三块钱上方啊 这个呢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啊 观察的点买入点不错啊 然后离场点的话呢 有瑕疵啊 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进行一个减仓的话 当时我们会员还问呢 他说这个压力在哪 我说大概两块八吧 啊 结果他很强力的推到两块八 我一看也没怎么放量 我觉得应该是还有机会啊 结果呢 他后面的整理的这个级别呢 稍微有点大啊 下跌的稍微有点狠 我一看 别把这个盈利单给做做亏损啊 所以呢 这个收起道路就走了啊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啊 两块六啊 三块啊 也能搞一个四毛钱出来啊 百分之十五左右 有点可惜啊 但是呢 还可以吧 嗯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今天的这个啊 一单啊 一单 然后呢 我看呢 也一个上一次的话呢 这个有朋友啊 然后也是啊 呃 悟空悟多呀 啊 赢啊 还有好多朋友的话呢 都留言了啊 嗯 那 UXY的话呢 上周的话呢 我还是把它平掉了啊 平掉了 上周的话呢 是14块 我看 我忘了啊 14块0 挂一点零吧 嗯 就这个位置吧 啊 就这个位置啊 14块1毛钱左右吧 我们具体是啊 价位忘了啊 14块1毛钱左右啊 然后我们就直接清厂了 离厂了 然后可能亏了1块钱吧 亏了1块钱 平均成本是15块 15块4啊 然后亏了1块3毛钱啊 然后呢 这个人家尾盘还一路攀升啊 我把人家顶到14块4啊 啊 今天的话 就大盘一耗啊 就不行了 就把UXY给耗买耗死了啊 所以呢 我一般的实际上在大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呃 我开空舱啊 是在这个位置上开的啊 在这个位置上啊 在这个位置上开的啊 然后呢 中间的话呢 从15也弄到178啊 然后呢 这个离厂的位置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 从大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应该还可以 但是呢 嗯 因为UXY的有具备这个损耗性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呃 被损耗了1块钱啊 损耗了1块钱 所以在交易的话呢 无所谓啊 然后我看不行啊 不能够这个 呃 看着这个啊 啊 事态继续往下发展了啊 所以呢 昨上周五啊 把这个仓位平掉了啊 平掉了 然后这是这个 做空舱平掉了啊 然后呢 我看还有朋友啊 说这个 我主要看 观看量太少 啊 2000多啊 没啥意思啊 没啥意思啊 嗯 嗯 你们也弄努力吧 啊 你们也弄努力吧 啊 然后上周五 卖了UXY之后的话 就没有再进仓位啊 然后就一直空仓了 呃 今天的话呢 这个做了一个日内啊 做了一个日内仓啊 做完日内仓的话呢 呃 后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小S的话呢 呃 我们又在某个价位啊 然后这个进场了啊 某个价位进场啊 然后这个 呃 买入了一点点啊 买入了一点点啊 买多少啊 怎么回事就不说了啊 反正呢 我们成本相对很低啊 成本相对很低 所以呢 那在这儿呢 也是 呃 给大家一些这个 看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的一点点福利吧 啊 反正小S的话呢 我们是会这个做一个中期的跟踪的啊 做一个中期的跟踪 那我们这一轮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两块钱的差价吧 啊 大概是两块钱了啊 这个又 呃 两块钱不到一块八啊 那大概是这么一个差价啊 这么一个差价 呃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要看啊 要看 要看大盘 要看天然气 嗯 要看这个 呃 SRN的具体的走势 然后呢 再做一个相关的判断啊 呃 但是在站在中期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会持续的啊 跟踪这只股票啊 持续的跟踪这只股票啊 那 这个 这两天的话 我们看俄罗斯乌克兰那边的话呢 说 俄罗斯什么天然气公司 嗯 说什么 这个前两天说啊 要关管道啊 然后要进行检修啊 然后今天的话呢 好像是说这个检修完毕了啊 所以说这当中的话呢 会有很多的消息 嗯 影响 这个市场的走势 呃 尤其是欧洲天然气啊 尤其是欧洲天然气 但是美国这边的话呢 呃 因为什么德州的爆炸啊 然后怎么怎么回事啊 嗯 我们就看吧 我们就看吧 我我相信啊 这个有资金啊 去介入到某个市场 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啊 那个信息啊 我就一定有我们不知道信息啊 这个无论是从价值的角度上 还是从这个消息的角度上啊 还是那句话 呃 这只股票的话呢 我们啊 这个都是在啊 俄罗斯乌克兰打仗之前啊 这个 这是这个位置啊 是校长啊 万要老师提示的啊 这个位置我们进场做过一做过一次啊 然后这个位置啊 又进场啊 这个位置又进场 所以基本上呢 从大的方向上来讲的话 是这么三次 然后我们九块钱减仓了啊 然后现在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再次把这仓位的话呢 呃 就捡回来了啊 当然在整个大盘的调整过程当中 我们介入某只股票的仓位的话呢 跟牛市啊 这个当中去介入的仓位呢 呃 一定会有所区别啊 一定会有所区别啊 这一点的话呢 呃 关于资金管理的问题的话呢 咱们在这上就不多说了啊 嗯 雄市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啊 一定要考虑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啊 那这就是关于小S啊 这就是关于小S啊 那么这个呃 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大家呃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啊 然后什么点赞 转发 什么小铃铛 嗯 什么什么什么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 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 呃 这个方向上和交易策略上的一些 这个指导啊 其实我们 呃 像小S这种票的话呢 就基本上属于中长线的观察了一个方向了啊 中长线的观察方向了啊 然后呢 像今天的日内的话呢 像这个NR什么玩意儿 我都不知道 好像是个生物制药的东西啊 NRSN啊 好像是说说做什么剑动人士 就是什么玩意儿啊 呃 像这种票的话呢 我们日内操作也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说呢 我们基本上短线中线都啊 长线都能来着啊 都能来着 只不过呢 你在这个 呃 思考判断 风险控制上来讲的话呢 一定要把这事的话呢 划分清楚啊 一定要把这事划分清楚 你千万千万别 这个 坐着坐着 短线中线长线 这个都混成一锅粥了 对吧 那你混成一锅粥的话 你这个思维判断 有的时候就会错乱 啊 然后呢 这会出一些臭单啊 呃 然后有的时候会方向判断对了 对吧 但是呢 呃 这个操作呀 呃 长线中线短线呢 嗯 思维上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会导致啊 这个 本来你是长线买的 对吧 但是呢 因为短线走势一哆嗦啊 你就走了 对吧 一哆嗦你就走了 所以说这当中的话呢 嗯 一定要把思路搞清楚啊 把思路搞清楚 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 投入到多少资金啊 做好风控啊 这样的话呢 我想在投资的路上会走得更远一点啊 那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咱们下次见